今天新增本土病例195人 再加上校正回歸115人 总例是310人 那目前整个居家隔离的人数 类管是4602人 我要在这里特别就今年的疫情 简单跟我们的市民朋友做一个说明 今天新增本土病例195人 比昨天高了许多 这里面特别在这里看到我们板桥区39个 因为有部分是校正回归以外 三土城区让我们最惊讶的是31个 不过我在这里特别跟所有市民民有署名 土城区31个 因为土城有长照机构群聚感染事件 所以大幅的数目在今天呈现出来 所以土城区事实上如果扩除这个群聚感染并没有上升这么快 也让土城区的居民知道 至于三层区30个中和区27个比平常累高 其他的区域大概我们还在掌控当中 我们还是要提醒市民朋友们 其实新北市没有乐观的全力 在疫情这么严峻 我们仍然一百多例的确诊个案 我们必须要更低度再低度的活动 所以要提醒市民朋友 我们会不断的提出更前进的方式来控制疫情 先把今天累计到现在为止的确诊的总人士是3947人 其中板桥还是最高885 综合635 三重452 我们特别要注意其他几个地区 像树林 汐子 以及我们看到了林口 三峡 泰山 这几个地区 我们还是要密切的观察 注意一下一个主标 除了这几个区域以外 我们看到我们的社区的前端的筛检站 我们整个前端的筛检站 我们昨天塞了2113人 整个总筛检站的筛检的阳性率 两万三千八百三十八人里面 阳性率是2.8 昨天是1.8 跟平常的2.1 1.9 1.9 都是在持平当中 表示我们在社区的监测端里面 我们目前还是在对抗 虽然是低 但是我们仍然要不断地去监控 希望能够控制好疫情 所以为了让我们今天的整个 有上升的这样一个确诊个案 我们特别就我们的热区马育中心 我们再做详细的一个分析 因为我们新北市有1032个里长 我们跟里长大家都是要并肩作战 要让每一个里知道他们的风险在哪里 一起跟我们的市民朋友 一起跟市政府大家并肩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把 区一个最热区的风险的区域 把它分成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 像板桥区高风险就有35个 中风险有46个 低风险有45个 国武剂1260 综合一样只有13个里里面高风险是28个 我们把这7个热区里面 12里先抓出来做好整个分类 这些用我们的足迹用我们的确诊个案 做一个分析量表 整个算出来以后我们会公布在灾性一点通 让里长们能够知道 其中像板桥区我们的高风险有35个里 那这高风险35里面 我们会在好好的分析 用整体的大数据分析里面 我们发现有7个里是重中之重 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重热里 这个重热里它的确诊个案是 特别特别的突出 主因机也特别的多 我们必须从区转到一个分区 再转到一个里 从大面积 中面积到小面积的里 重点去做把析 所以重热里我们已经抓出来板桥有7个里 综合8个里 三重2个里 新庄三个里 三星店两个里 永和三个里 土城三个里 这些77-28里 我们要特别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 如何在重热里里面加强防疫措施 我们的管制一定会更严格 而且不断的去落实以外 更重要我要呼吁里民们 尽速快筛 市场一定更严格的加强人流管制 非必要不要外出了 尽量待在家里 尤其里面有一些会必要的民生场所 暂停营业 加强环境的倾销的频率跟出事 我也拜托里长 一定要特别不断广播 不断高频率 配合我们市政府審查跟欠导 我们这几项的加强防疫措施 是在重热里里面 我们好好的严格的执行 让我们重中之重的重热里 能够有效更得到控制 把这个问题能够堵住在一个里上面 那根据这几天我们的分析 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我们一直在分析我们各期的状况 我们发现有几个区的风险值是在上升的 我要特别提醒这几个区的 区民们 我们的市民朋友 以及我们的所有团队的 大家一起要合作的 像林口区 上升 三峡 瑞芳 英哥 永和 汐子 这几个区域都有风险值上升的区域 我们锁住了板桥 锁住了中河 我们一定要防堵 不能让它继续扩散 所以这几个区只要稍微有上升 我一定马上提醒 我们的严格落实的警戒三级 一定要更强化 所以在这里把我们的重热鱼把它筛选出来 让重热鱼的强化作为能够有效 所以我要在这里特别借这个机会 给市民朋友做一个报告 我们的群体免疫的时间表 为什么要做这个表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终结疫情 最重要就是要打到疫苗 那中央也特别说了 我们在八月 会有一千万剂的疫苗进来 只有一千万剂能够进来 就算快速也大概九月才能够打完 那一估中央也在评估说 那每个月再近四百万剂 那再近四百万剂 要达到全国民众 的群体的免疫力 我们要最少要达到六成 所以全国的民众要施打到六成 才能够达到群体的免疫 那要达到六成 我们给他算一算 以这些量 大概到明年的延月初 快到过年前才可以达成 这个时间 是我们一个 预估的群体的免疫的时间表 是按照中央现在有的 如果量来施打全体 国民能够施打六成的时间 我心里在想 如果现在我们的民间企业团体 好多爱心 愿意坚增采过疫苗 尤其采过国际认证的疫苗 如果这些疫苗 能够在七月八月这两个月 我们快速的审查通过 买到疫苗进到台湾 如果多增加了一千万剂 如果多增加了这一千万剂 在七八月份进来 这七八月份进来以后 我们重新再做一个评估以后再算 我们到今年的九月中 全国的群体的免疫力 就可以达到百分之六十 所以民间所有的团队企业 爱心人士的坚增一千万剂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大家上下一起来 团结打疫苗 让这个四个月的漏差 如果能够快速的进来 可以减少很多重症者的死亡 也可以让我们全国的民众 恢复正常的生活 尤其开鞋快到了 我相信只要疫苗在年间力量 加中央的合作 我相信有机会 我们九月中或是九月下 可以打完六成的全国群体的免疫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 比较能够恢复正常 我同时在这里也要呼吁中央 我们的疫苗接种计划 以及全体免疫的时间表 希望能够很清楚地来 告诉我们全国民众们 让我们很清楚 到底我们的疫苗的接种 计划整理是什么做 以及群体免疫的时间表 让这两项 让我们心里有准备 如何来共同地面对 防疫的新生活 所以这个时间表 也请各位市民们 作为一个参考 我希望 越早打到疫苗 提早四个月 绝对可以挽回更多的生命 所以我们希望拼疫苗 拼接疫苗的接种 让疫苗保护我们全国民众的生命 这里面我还是特别旧 今天早上 新闻媒体也有报告 我们护理长造机构 发生了群体感染 所以造成有25个确诊案件 我们虽然采取了清空计划 采取了分头到所有的各单位去安置 但是我们事先的管理 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虽然在前段时间 我一直要求 我们要分舱分流 然后落实隔离照顾 你只要有一些 这些长辈们 因为有时候 要到医院里面去看病 要回来 回来的时候快山以外 也要落实隔离照顾 有一些照顾者 我们在里面的动线 有规定绿色通道 必须要分舱分流 但是 我们仍然发生这样一个事件 一发生 他是长辈 杰会狼 很容易 变成重症 很容易 重症的死亡力又高 所以对这些长辈 对这些 在长期卧床的这些长者 我们非常担心 他的生命的优劣 所以 对所有的新北市的长造机构 将近有300家 总人士 对照顾者 也将近 1.2万人左右 我们 必须要采取 更多的 嚴格管理 除了分舱分流 落实隔离照顾以外 特別盼望 照顾者 我们也提供 更优先的快山 让新北市的照顾者 也有1.2万 能够 快速的 筛检到 至于 疫苗 刚刚指挥官也讲了 能够优先施打 因为我还特别 拜托 中央 疫苗 在提供上 能够把这些 護理跟长造机构管理的 这些照顾者跟被照顾者 能够 优先施打的顺势 提到 第三列 只要在第三列之后 打完 接下来 就由他们赶快施打 所以让他们 能够先得到更多的力量保护 才能够减少死亡的状况 尤其 我也提醒 现在 住在医院里面 有很多的 长期 住院的病患 以及 照顾者 同样 这样的情形 也应该 优先施打 不然 很容易造成 院内的感染 所以这几项 都是给中央 拜托中央 优先 排在顺序上面以外 也把医院 长期住院的病患 跟照顾者 也把他纳到这里 所以希望能够 立即来启动 至于今天 新北市 有一项新的措施 对 弱势执勤 防疫旅馆的波浊 为什么市长会 讲 防疫旅馆的补助 因为我们在整个 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 家庭群聚的感染 占了一定的比例 尤其 又有专家协诊 一直在呼应 家庭群聚的重要性 而且家庭群聚 又没有解决 很多的感染的控制 很难控制 大家也知道 新北市 有部分的低收入户 集中低收入户 其实他是花不起钱 去住 防疫旅馆 所以因为没有办法 花钱支支付防疫旅馆 必须 跟所有家人 擠在一块 在这样一个状况底下 就很容易造成 更高风险的群聚感染 所以我们这里面 特别提出了 补助的对象 卸诊者 尚未送至检疫所 全家 共处一室 家属有感染风险者 第二项 染疫者 同住家属 对匡类及格者 第三 集中检疫 解除后 及格者 这是我们补助的对象 租格低收入户 跟中低收入户 所谓补助的费用 我们会选2500块以下的房移离款 住宿免费 希望我们这一项的措施 让这些有高风险的经济状况不好的弱势执行们 能够得到更多的保护 也控制所有的感染源 最后在这里 谢谢很多的爱心朋友 目前累计2亿3082万 其中中性金矿 特别兼了2000万 代表市民谢谢大家 所有的爱心的好朋友 也有很多的好朋友兼了物猪 这些物猪 我们一定用在地线打仗用 我们大家一起领利 潜力护 新北市的疫情仍然严禁 拜託市民朋友 一定配合更低度的活动 谢谢